校長,妨礙你喝茶嗎? 不妨 這次我代家長問一些升學的提示 好 知道你是小學和幼稚園的總校長 小學大概收多少幼稚園畢業生? 我們初步說出來大概四成左右 但一般來說,我們都會收多少少 其實你們最想收的是哪一類學生? 我想首要的第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禮貌的小孩 希望他們都會尊重其他人 和別人聊天時有一個恰當的反應 其次,我們都很希望同學都喜歡學 也特別著重他們中文和英文的能力 小一的面試是分多少? 還有是甚麼形式? 其實我們小一暫時來說 面試主要分兩輪 第一輪,所有的申請者都會見 形式都是多元化 希望都不要令小孩太緊張 所以初初的時候都會有些熱熱的時間 可能和小孩一起在房間玩一下 但到他們進入面試室的時候 老師都會單對單跟他們聊天 主要都是聊天 分享他們的生活 或者是有時跟他們 看看他們的喜不喜歡看甚麼書 講一下 需要見家長嗎? 第二輪面試就有機會會見 第二輪面試的時候 跟他們都會繼續跟小孩聊天 另一方面都會跟家長聊一下 看看他們對於教小孩的理想是怎樣 和我們學校之間的想法 會不會都配合呢? 有否提示家長 一方面他們面試要注意甚麼 而小孩的準備又要準備甚麼 我覺得最重要是 令小孩多些接觸到不同的事物 以及有一些涉獵 食物等 他們可能會知道 這個叫做飲茶 那個叫做吃漢堡包 他有多些涉獵的生活經驗 另一方面 我鼓勵家長 跟他們做多些閱讀 無論是家長讀給他聽 或者他有時可以 教到他一起去朗讀 這些都是好的 或者中間有問問問題 另一方面 就是鼓勵小孩 都不要怕陌生人 因為有時有些小孩 我見到他們都很緊張 一見到陌生人 真的一句話都說不到 那就比較麻煩一點 最後就是鼓勵他們 都可以表達一下自己的想法 或者一些描述 譬如描述在家裡的時候 他可以不只是一個字起 兩個字子 可能說多一點 這樣就會比較好一點 講開閱讀 有沒有一本書推介給家長 或者一些適合小朋友看 或者適合給家長看 其實我突然想到兩本書 一本書就給家長看 一本書都可以給小朋友看 先講給小朋友看 叫做一百個好孩子的故事 其實它是一本中文的書 就是用很簡單 但很優美的中文 去寫一些小朋友的生活片段 但那些片段是有很好的做人的道理 另一本是可以給家長的 它就叫做《氣質是最好的名牌》 其實就是說 原來我們培育小朋友的時候 不只是在他的智性方面 而是他的那個心性 他的品性 是很影響他整個人的發展 和他整個人的氣質 那樣東西才是最重要 但他那本書都是一些小故事 很簡單的 所以是很容易看 但是很發人心醒 每年小學的面試 報名日期是何時的 通常我們九月尾 就會做一個簡介會 家長可以留意報名 然後大概十月左右 就會進行面試 大概到十一月 或者最前十月頭 就會公佈結果 我今天很感謝李校長 如果有興趣報真光小學 就要多多留意 給我聽他他們 那些獻有什麼 可以從事錢 所以我們擔任 就應該是兩次 我們去做法 我們去做法 所以我們去做法 我們去做法